一说到石油,恐怕大家想起来的都是中东那些石油大国 沙特是世界石油储备量和产量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而相反,日本作为一个岛国 一直以来就惯以资源极度匮乏的帽子 在二战时期,日本深受石油资源的困扰,没有石油 舰载飞机都没有办法出动 当时我国在东北拼了命地寻找石油,最终也没有结果 在二战过后,日本吸取教训,开始拼命储备石油 如今,石油储备量冠绝全球 竟然达到了158到197天的石油储备 以美国还多出了20多天 而我国只有30天的石油储备 日本的石油主要来自于中东地区 阿联酋、沙特、科威特、伊朗、卡塔尔分裂前五位 占到了日本进口石油的70%以上 这些年来,日本也从俄罗斯进口了700万堆石油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争石油争的头破血流 而面对这么多的石油资源,日本是怎么将它保存的呢 据了解,日本目前拥有10个石油储备基地 分别为地上4个 为山小木、小川园、湖井、智布智 海上两个为上五岛、百岛 半地下一个为秋田 地下三个为川木野、菊尖、九瓷 10个基地分布在以下区域 一个在四国地区 四个在九州和附近海域地区 一个在北陆地区 三个在东北地区 一个在北海道地区 而在这些石油储备基地中 最大的地下LPG库位于地下180米深 由三排高度为30米长 长度超过400米的隧道 组成了地下储备槽 具有极强的安全性和抗打机能力 这算是当今最强的专地弹 在中等硬度岩石中的川身也只有40米 而对抗高硬度的花岗岩 这一数据还要大打折扣 可见日本的石油库可是相当安全呢 政府担任 公司担任 changing 希望是的 隧量